清晨金黃色的陽光中 慈濟大學舉行模擬聳齡典禮 對八位吳語兩師獻上最誠摯的感恩 大一王的培育比技術更重要的 是擁有一顆同理仁慈的心 大體老師的女兒她就跟我說 我希望你們可以像對待摯愛一樣 對待我母親 我覺得這個過程會讓學生比較謙卑一點 體會到她除了疾病以外 她還有其他很多身心靈方面的問題 需要我們來幫她解決 林業鸾鳳老師溫柔堅毅 她與先生的故事也被翻拍成大愛劇場 路邊董事長 面對先生年少輕狂 度博玩樂 她不離不棄照顧家庭包容體諒 陪伴先生踏入慈濟 找回人生的價值 男舍能舍 淚水化為祝福 將這份大愛託付給醫學生 在未來的行醫之路 就把病苦延續無語兩世的精神 大愛新聞 謝宇山 柳洪志 華麗報道